皇上再次强调 你没get到重点没关系 我再提醒你一下 还记得我之前因为云娥生气吗 今天这个诗就是歌颂云娥的哟 你应该能明白我的心思吧 皇上多番提醒甄嬛是一种包容吗 也算是吧 或许换作旁人都不会有深夜探访这一遭了 但皇上会这么做 不仅仅只有这一点原因 具体的我们下面再详聊 是现在所写吗 是允娥还是敦亲王时 是从前 敦亲王仍在其位 奉承他的人自然不在少数 这样的诗集一定也不少 那你说 朕该如何处置呢 其实这个道理皇上都懂 但皇上现在要做的 不是判断写诗的人是否有罪 皇上真正在意的 是甄嬛你的想法呀 臣妾不敢妄言 你随便说 朕随便听着 既然时过境迁 皇上又何必要追究 只将这些诗作 销毁便是了 至于藏诗作之人 如果再重罚 反倒让人觉得 皇上抓住此事不放 弄得人心坠坠 倒不如风流云散也就罢了 皇上让你随便说 你还真随便说呀 其实皇上在拿来诗集时 甄嬛就该有所警觉了 刚发生了汪景奇的事 皇上的态度 甄嬛都看在眼里 这相似的问题摆在眼前 甄嬛怎么都该多参考一下 皇上之前给出的答案吧 但甄嬛还是完全按照 自己的心意阐述观点 当然 这跟甄嬛现下的境遇 又脱不开的关系 过于的风光 和与皇上升温的感情 让他降低了警惕 减少了对皇上的畏惧 他拿皇上当爱人 在爱人面前知无不言 却忘了军心难策